大家好,又是讀书豪TV的时间 今集我要介绍的一本书是很特别的 这本书是黑色的 由书的背面到书席 上面的书席 都是黑色的 大家看这本书的封面就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书 黑色上面写了四个字 叫做三本要诗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时装设计师 是少数在东方的文化 能够打入国际市场的领域 也是很早期已经进入巴黎的高级订造时装的圈子 大家会记得Yoshi Yamamoto 就是他的颜色 大部分的作品都是黑色的 就是人如其书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三本要诗 书名叫做什么呢 我投下一枚炸弹 My dear bomb 作者Yoshi Yamamoto 这本是内地出的中文版 为什么会无端端介绍一个 时装设计书的作品呢 如果我们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去看 日本风格曾几何时 在西方成为东方文化的唯一代表 包括三本要诗、三宅一生、建筑师、基奇新、安藤中雄、丹下建三等等 平面设计师、撑袍康平、摄影师、深山大道、调山企迅等等 都是广为西方所认识的现代潮流和艺术的表表者 我们经常会问 在中国人眼中日本的文化 视之为边随,或者是中国文化的边缘 为什么日本文化能够在战后 在一个战败国 而成功地在70年代 一路一路爬上去西方的流行文化 池像文化的一个 以西方主导的一个圈子里面 三本要诗这本书 其实不是他的传记 人物传记 只是他的徐笔 里面有很多提到他自己对很多视野的看法 或者是跟一些国际级的时尚圈子里面的人的接触 一些经历 包括德国的导演 著名导演 Wilm Vandus 即是在90年代中期拍过一本 《都市时装速记》 就是以三本要诗 作为主角的一个德国新浪潮的导演 也有他如何接触一些特别的工作 包括前东德剧作家的一套 华格纳的歌剧 他就去做歌剧的时装设计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这本书除了记录了三本要诗的工作记录之外 在最后有一篇比较长的一篇文章 就是他邀请了一位朋友 叫做《重江正江》 就是在他的时装表演中 走Catwalk的一位日本文化人 他也是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 叫《日本方法》 《日本式方法》和《日本流》 这两本书 令到三本要诗很看得起他 所以邀请了他在一次作品发表里面走Catwalk 里面这篇文章就是将三本要诗的 在文化上和设计上 如何代表一种日本风格 去做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论述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是写得相当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讨论日式 日本风格这件事 我们都有一个像核子魔杖的感觉 有人认为无印良品就是日本风格 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禅宗的美学 一种简约主义就是日本风格 但如果你在七八十年代 你认识的日本风格是另一件事 就是当时现代主义运动里面 包括在现代主义的建筑运动里面 日本的建筑师是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你就以为日本的风格是等于现代主义的风格 所以我就说是一种核子魔杖的感觉 但是这篇叫《残影的反击》的一篇文章里面 他就提到 其实在日本的文学里面 或者日本的文化里面 经常有一种去 对一种转眼即逝或者流逝的东西 或者是变无常变化 是一种很美学上的欣赏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 读日本历史的时候 读过一首培据 就是花是樱花,人是无事 適空俱直,人是无常 这些培据很简单 做花就像樱花,做人就像无事 適空俱直就是所有的 我们所见到的多漂亮的东西都会过去的 就是一瞬间的存在 就是一种无常观念 这件事我们觉得好像很宗教性 或者很文学性 但是如何在一个设计里面 就是说一个物件本身是有变化的 大家如果了解日本的茶道 或者是日本茶道所引申出来的美学观念 比如茶具或者是摄影的美学观念里面 日本的设计始终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他在一瞬间捕捉之后 其实他的设计师给了他一个界限之后 其实是容许他自己在里面发生变化 比如就是一张照片拍了之后 或者他要捕捉那个时刻 或者茶具的颜色 其实可能是在自然的一瞬间的枯叶 在一瞬间里面的颜色 然后在萧的过程里面会出现变化 三本耀司的作品里面 所谓的残影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是捕捉一瞬间的变化 但是大家以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天马行空 亂搞的 其实不是 日本的设计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于细节的研究是相当之重视的 你看三本耀司的作品 他的服装设计好像是 就是披披抬抬抬 或者一些很简单的物料 很质朴的素材 但是呢 原来他对人的关节是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研究我们如何穿上新的衣服 和脱下衣服的过程里面 如何令你觉得舒服 甚至是你的手屈曲的时候 你的关节 活动的空间有多大 表面看上去整件衣服好像是很自然的 云然天成 但是里面的细节才是体现了三本耀司的 那种对工艺和对人体的研究的执着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深入去认识 很多我们平时在生活上很欣赏的日式设计 包括 无论是 陶瓷、建筑、空间设计、平面设计 或者是时档设计也好 我相信 三本耀司本身这本书的作品 是可以令到大家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 可以更进一步了解 在日本风格 或者日本作为一种方法 究竟他的方法论是什么呢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记住拿一本好书看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